明昌南色文化,小官生意火爆搞到妓院倒地,妓院文化在中国自古就存在,从前的文人不论是考中科举,神官还是与好友聚会,都时常约在青楼,庆祝一番,但是到了晚明时期,侠岚劝南界成为一股风潮,甚至比传统妓院的生意还要好,还搞了好些仓馆因此关门大吉。 明代章回小说,龙阳一史,也描写大量男男性爱成为禁书。 里面对当时的小官南色文化,有非常详细的记载,而在情节上比起现在的毛片也是不遑多让,现代人想得到的玩法,古人也通通都会。 虽然小说可能有部分的剧情是虚构的,但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社会文化风上。 其实中国好男色之风自古有之,春秋战国有名字侠与卫军分逃而食。 到两汉时期,汉哀帝不仁京行董贤,断秀而起,都一直存在历史之中。 而官方南纪的出现,则是在宋徽松时期。 为了惩罚男子,命他们提供幸福,当时的南纪院成为相福馆。 到了明朝,因为政府禁止官人享计,士大夫们一首美人一首纯酒的日子一去不复返。 他们只好换个方式,将目光更多地转移至百姓少年身上。 其中以江南,京士一带尤为盛行。 晚明记史小说《桃物贤评》里就有一段关于小关聚集地帘子胡同的描写。 西边有两条小胡同,换作新帘子胡同,就帘子胡同,都是紫地门语所。 只见两边门内都坐着一些小关,一个个打扮的粉装玉琢。 如女子一般,总在那里和弹笑,和歌唱,一节皆是。 又到新帘子胡同,也是如此。 而这些男戒,通常被称为小关,或相公。 他们有时也会以穿着女性打扮的样貌来接客。 小关兴盛到了一定程度后,自然理出了一套货色等级的区分。 根据龙阳一史书中提起,小关之间以年龄区分上中下三等。 十三到十五,刚续发的为上等。 十五到十七岁,长发披肩的为中等。 十七到十九岁,将头发挽起的是下等。 古代男子二十岁要竖发代官,也是长大成为龙年纪。 通常到了这个年纪,已经不符合客人的喜好。 就该上岸了,他们会离开特种行业,开始找别的工作,甚至要成家利益。 书中一写到小关的接客方式,小关多数是零散客体户,透过中介接客。 通常是中介去认识小关。 大老关听闻中介的名声在透过中介找小关。 也有南院这类的南纪员,甚至许多小关在成年后便自己当起皮条客。 叫做牵头。 这些小关除了为恩客提供单次的服务外,有时也有力气于长期抱养的状况。 然而,如果另有人出更高的价钱,很多小关会选择跳槽,南纪生意好到女纪都失业。 南纪生意到底有多好? 龙阳一时终有一回故事写道,当时有件南纪院生意实在太好,好到女纪院都倒闭卸影。 后来失业的女纪们不甘于生意被抢,于是联合起来向官府检举,要求查封南纪院。 另一部南风小说《童晚争奇》,也写到都城墓花柳街上,有一间南院叫长春院,有一间禁院叫不夜宫。 因为世人都喜爱鸾桶,使得长春院生意百般繁华。 不夜宫却门前冷落,十分寂寞。 既你们极恨南院生意枪手,便时常上门踢馆挑衅,与小官们互相辱骂,甚至大打出手。 书中把南院置于妓院完全平等的位置,并且有意地强调南院如何地比妓院更受人欢迎。 除了小官跟妓女抢生意,小官之间抢生意也是常有的事。 龙阳遗史中就有一位恩客喜心厌酒,造成两个小官争风吃醋。 后来这个旧爱就趁着新欢与恩客在房里欢会时闯进去准备大闹一场,结果在房里一阵胡乱拉着后,竟然演变成三批大战。 从这些故事来看,以前明代小官妓女发生了种种情节,到现代色情按摩店互相报警间据。 小姐为恩客大打出手的社会新闻,不是似曾相似吗?南极风潮的三大成业,而明朝会有如此兴盛的小官文化。 当时文人卸照着分析,大致有上三个原因。 南极合法,明朝定定以后,皇帝朱元璋为了加强统治,奉行成朱里学,对于女性的封锁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 裹小脚着装要求不能露出过多基辅,上层社会的妇女闺秀少有出门的机会,对官员管束又极为严格。 明令禁止嫖接,一旦被抓到现象,就仗着六十大板,甚至使官员的后板出入机缘,也要受到处罚,轻则贬折,重则搁置。 那这些饥渴的官员该怎么办呢? 既然,他们不能去青楼寄院,但他们又是整个国家最风流,最有钱有限的一群人。 自然就有人发现了商机,钻法里的空子,笼络难色,搞起了南院,正所谓少有政策,下有对策。 同样产生于明朝的小说,毕尔尔差里对南院有详细的描述, 行来行去,撞入南院,此南院乃众小官仰恨之所。 唐宋有官界,国朝无官界,在京官员,不带家小者。 饮酒时,便叫来私酒,内穿女服,外赵男衣,酒后留宿,便去了赵府。 内衣红子,亦如妓女也,苦曰南院。 明朝虽然禁止官员嫖妓,但是对官员玩弄南色并未禁止, 而是人们作为社会封切和潮流的领导者。 他们的聚业和倾向有时候往往会比朝廷的赵灵更具号召力, 所以南色行业逐渐兴盛。 当时大量的小说,春宫途中都对南色有细致的描绘, 也说明南色在社会上极大的市场, 比较便宜,在当时嫖南纪的价钱比嫖女纪便宜许多。 平民百姓也负担得起。 恋而非中描述,小官当次分上下高低三等, 也三千一页,有五千一页的,有一两一页的, 以财貌坚全为第一。 服务到位,南院除了提供不可本分的声色享受以外, 还注重在外围下功夫,全方位提升服务品质。 很多小官都要经过专业的戏文表演学习, 南院还提供非常美味的佳肴供顾客们享用。 有许多客人去南院,不一定要找小官去了, 而是特地去品尝记忆高超的相公菜, 他们还会根据各地食客的口味来安排不同风味的饭菜。 有一首当时的主旨词是这样唱的, 干爹爱吃南面菜,请到儿家仔细尝, 每位上来夸不绝,那只依旧庆云堂。 男尊女卑,在明朝女人的地位叫低下, 男人间的暧昧行为,妻子通常无法追究, 多半睁一只眼,闭一只眼。 在明代的笔记小说中, 往往可见世人们除了妻妾爱, 更在家中配有年少俊美的疏童, 他们将与妻妾的性生活称为内交, 相对的,与同性之间的性关系则称为外交, 甚至有的妻子还会主动帮丈夫无色美貌小官, 以标榜自己的贤惠, 因为丈夫如果纳钱, 就是一辈子跟随在家中, 生下个一儿半女, 还有夺爱争产之旅, 而收留小官, 既不用担心她怀孕, 在家中最多也只都留几年, 成年之后自然要出去娶妻生子, 更有的主妇贪突小官美貌, 趁男主人外出之界和小官勾搭成奸, 这些女主人的算盘也是打得很轻的, 虽然明朝难封盛行, 但却不见得代表, 当时嫖客全是男同性年, 或是对男性有多么强烈的欲望, 他们之所以会有同性间的性行为, 可能只是因为嫖妻女不合法, 比较贵, 比较难向家中交代而已, 而东阳一史, 虽然记录了大量大老官与小官的缠绵情景, 但却藏着许多警示, 谴责的意味, 但正所为, 欢畅无真难, 现力在金钱上的关系始终难以持续, 而以前也没有保险头可以带, 男男之间的性爱也没有润滑液, 只用口水涂蒙, 在多数时候小官是感到害怕和疼痛的, 这样的危险行为也很容易出血及感染, 所以这部小说每个小故事的结局, 不是恩客客财, 小官跑路, 不然就是死于性病, 每个好下场, 好像在告诫读者沉迷于花姐两相, 到头来注定是一场空, 我来注定是一场空, 而现在的栖长期间就与带他们很难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